为了治愈寒冷的冬天小星使出小妙招 自制防寒措施来取暖 真是太有创意了 因为受到超低温冷气团的影响 今天是今年冬天最冷的一天 天气预报的大姐姐提醒 如果要出门的话最好多穿几件衣服 随后娃娃车到来 没想到小星居然裹着棉被去上学 你在搞什么鬼呀 保持上的姐姐说 最好多穿几件衣服再出门呢 哪有人穿你这样出门的 美牙立马出手就要制止 可不料小星直接溜上娃娃车 鱿鱼就快要迟到了 吉永老师告诉美牙让小星就这样去好了 来到车上大家看到小星的样子很是差异 没想到小星的被子里居然贴满暖宝宝 简直就是一栋的小火炉 看到大家投来羡慕的眼神 出于朋友倒影 小星给他们一人分了一个暖宝宝 一旁的吉永老师直呼真没出息 小孩子应该不会怕冷才对 接着便传授取暖小妙招 像这个时候应该先用想象力让身体热起来 比方说可以想象夏天的样子 风尖赶忙制止 再让这小子说下去 他们真的要冻死了 很快来到幼稚园 吉永老师推门准备上课时 却发现小朋友们都钻进小星的被子里 大家直呼好暖和 为了增加小朋友们的抵抗力 吉永老师命令小朋友们一起出去外面活动 接着便强行扯掉他们的被子 随后来到操场 没走几步 吉永老师就发现小心不见了 抬头就看到这家伙 居然偷偷跑去跟园长一起烤火取暖 待会啊 还可以来烤地瓜 脑大 你好大胖 谁叫你一个人擅自撥腿跑到这里来的 接着吉永老师拿出同里结的冰块 说着这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 大家可以打破冰块或者踩在上面了 就在这时 啊 牧村都在 什么 在哪里 在哪里啊 神道 小星则趁机带领全班小朋友又过来一起烤火 就不要擅自行动 所以我把大家都叫奶奶 这样子更不可以 大家不可以跟着小星一起捣蛋 是 为了让小朋友们暖和起来 吉永老师提议完馒头游戏 小星还以为是吃热腾腾的馒头便答应了下来 结果 归来推去挤馒头 被推倒了不能哭 好 大家现在一起大声唱 我被骗了 游戏过后接下来就是障碍赛跑 看到吉永老师如此卖力的示范 小朋友顿时感悟至深 幼稚园老师的薪水又不高 他怎么这么卖力呀 我站在绝对不当幼稚园老师 等大家都过去活动 小星咳了两声又开始装病 这时外面的大姐姐看到小朋友们 在如此寒朗的天还这么有活力至夸真可爱 一番活动过后大家都开始冒汗暖和起来 然而吉永老师却感到有点冷 小星去参加音乐培训班 结果被贬低得一无是处 美牙强势还击真是太解气了 这天小星带着小白在家开演唱会 一手自编诋毁美牙的歌曲演唱的有声有色 一番激情的演唱过后 忍无可忍的美牙赶忙冲出来制止 好不容易可以好好睡个午觉 结果被这小子给吵醒了 真是服了你这个大孝子 小星感到很不好意思 美牙嘱咐小星他在睡午觉的时候不要大吵大闹 可小星却大言不惨表示如果他没睡着的话 自己就不能演唱那首歌曲 说完便领到美牙的转转铁拳 小白看得一身冷汗 一番蹂躏过后 小星依旧不停哼的小曲 眼看小星这么爱唱歌 美牙觉得他应该遗传到自己的音乐才华 说不定以后还能成为一名当红歌星 于是美牙便带着小星来到音乐培训班 决定好好栽培小星的音乐才华 接待他们的是一位男音乐家和一位女助理 随后美牙看了一眼昂贵的学费瞬间冷汗直流 一旁的女助理当即表示 他们的目的是培养音乐界的优秀人才 所以学费自然是不便宜 接着美牙看到里面分了好几个班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男音乐家表示 他们一开始会对学生进行测验 然后再按能力高到低来分配适合哪个班级 紧接着便对小星进行测验 首先是音感测验 小星则认为这种测验太小而刻了 结果一开始就啪啪打脸 小星一个也回答不出来甚至还上手捣蛋 这让女助理顿时压麻呆住 一旁的男音乐家看得直摇头 接下来就是节奏测验 女助理先行示范让小星跟着她的节奏做一遍 可轮到这小子表演的时候 确实一点节奏感也没有 甚至还脱掉裤子拍打屁股演奏一番 男音乐家顿时惊呆直呼太没有水准 可一旁的女助理却对小星拍打屁股的音色 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看来真的是历史优秀的声音 还以为被你做过很多次了 对哟 一番测试过后 男音乐家评价小星是非常没有水准的小孩 连一点音乐细胞也没有 只能分配到能力最低级的班级 这是专门教一些无药可救的小孩 如果让小星多待几年 就可以变得比普通人稍微好一点 看到小星被诋毁的一无是处 美牙忍无可忍直接强势还击 教训完甩头就走真是太解气了 但为了培养小星的爱好 又或者不让男音乐家的那番话 刺激到小星幼小的心里 回到家的美牙陪着小星一起演奏 不得不说美牙真是一个好母亲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小星吃个泡面 差点闹出人命 居然把调味包当成是炸药 最后没被炸死先被饿死 真是太搞笑了 这不快点逃出去 就会被炸药炸死呢 我不行了 我死定了 这天到了吃点心时间 小星恰点回到家 结果美牙不在家 留了张纸条交代她去百货公司抢博特甲 让小星乖乖看家 钥匙就藏在老地方 而美牙所说的老地方就在小白的项圈上 可不料小白出去散步也不在家 小星赶忙四处寻找 可家里找了个便还是不见小白的踪影 幸好粗心的美牙出门忘了把阳台的门窗关好 小星这才得以进去家里 然后去把大门开锁 自己再出去开门进去 不得不说这小子真是有仪式感 一番折腾后终于进到家里 小星已经肚子饿得不行 只能艰难地搀扶着墙壁 看到自己饿成这样子 搞不好已经前胸贴后背 小星当即脑洞大开 想想就觉得很可怕 于是赶紧过去照看镜子确认情况 眼看一切正常 小星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他依旧不得消停 还用美牙的口红在肚皮上一通乱话 可肚子饿还是将他拉回现实 于是赶忙进去柜子寻找东西填饱肚子 最后找到了一盒方便面 这是小星第一次使用 于是当他看到里面的一包佐料就觉得好耳熟 接着便联想到动感超人里面的火药和爆炸场景 小星吓得赶忙起身逃命 一个扑通倒地后发现没有爆炸 可小星又想起动感超人所说的微爆弹 有可能是因为管线基础不良 没有爆炸的炸药 所以什么时候爆炸还是未知数 小星赶忙就跑出家门逃命 可没走几步就肚子饿得跑不动 直接泪趴在地 又想起动感超人说过爆炸时要捂住头部 小星当即用衣服包裹住头部 可现在自己已经饿得全身没力 连爬都爬不起来 眼看自己即将要死翘翘 小星不禁想起家人和老师同学们 说了一声再见便昏死过去 就在这时美牙买完东西回来 进门看到小星昏倒在地上 美牙吓得大惊失措 随后得知小星把调味包当成是炸药 美牙忍不住笑出诛声 调味包怎么可能会爆炸嘛 可是男嘉真的以为要爆炸了嘛